最后一年 那么它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完成 完成这个 法统台湾 重新多国这个历史任务 因为它完成了这个任务 所以人民得到人民一个 中华人民共国宪法当中的一个 你完成了这个使命 因为你又组成了一个新的 一个国家完整的统一以后的一个组合 这叫特别情况 因为还有个台湾那个再建设的问题 这个所以呢 可以需要 这个形式可以特别的需要 你继续连任 否则的话 你又完不成国家的统一 又完成不了这个 这个 这个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 那么你把这个党的一百周年 度过这个 度过了 你也就应该是说 按照我们的职权法 中华人民共国的职权法 干部的不能够终身制的职权法 你也应该把这个担子交给其另外的 这个国家领导人 选出来另外的国家领导人来进行的 各领风骚数百年数十年 各领风骚两届 你原来这个在副主席的时候已经两届 你在这个政主席的时候 在两届已经连任四届了 所以如果你完成了这个国家统一 OK 那你这个功劳大 所以要从大处找演 然后呢 找演全局 对吧 这个要有一个大的胸怀 你不谋全局者 你不足以谋意欲 你不完成 不完成台湾的统一 你这个中华民族就没有办法崛起 这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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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 命题吧 你中华民族的这个崛起是细于啊 两岸的统一 这个两岸统一是啊 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都是都关心的事情 你不同意 你这个太平洋总是在那动荡的 总是在那这个这个这个嗯 就是搞搞正 美国总是要煽动一些人来围堵啊 包括从印度 啊那么嗯 那个他就把这个手呢 一直伸到这个中国的周围 现在 现在为什么2021年 为什么是个很好的时机呢 因为美国现在的 他的国内乱了 国内的疫情乱了 国内的这个德克萨斯啊 还有其他这个闹独立 所以他的主要问题是在国内 你看到这个东西叫呢 啊趁人之危 所以你就应该把这个台湾问题解决了 如果你看不懂啊 之战之地 之战之石啊 这个现在就是一个战 收复台湾的发动台湾的一个最佳时机 这也是这个最佳之日在什么时候 那就看他这个美国的 这个看那个叫最佳之日呢 我们叫三国演义当中有个叫戒东风 这个东风在哪里 这个东风就要看美国和这个这个你谈的日子 你现在的谈的日子还需要一个铺城 铺什么城 现在呢 咱们不是说这个东风了 铺一个城就是首先 我们说这个铺城的 你要铺哪个城呢 中美达成一个第四次联合公报 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 它的有效性 它的达成它的共识 在美国它的法律的适用性 它的法律的适用范围 法律的适用的人对象 这个叫做谈判 谈判就要打目的就是要达成一个契约 契约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台湾问题怎么和平解决吗 你既然你美国你要想啊 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给你解决一个 给你提出一个方案 你愿意就签这个同意 我们就签订一个第四次联合公报 你不愿意 我们也要这么去办 你愿意的话就更好 大家你协同我来办 你既然把台湾人民的人权自由 看成是你美国人民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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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就看成是美国人民和建交的一个条件 那好啊 你既然把这个有这么一个大一个责任感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台湾关系法 你到底要要什么 你到底是要中国的脑袋 还是要中国的身子 还是要中国的人 还是要中国的土地 我们跟你讲明白吧 你要什么东西提出来 你不明确 你喊喊呼呼的 你说了一大堆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你就是要台海和平 台海和平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和平是什么 你要的是要加强民主台湾的关系 什么关系 民间关系 那台湾人民的愿望是什么 台湾人民的愿望 包括蔡英文也好 苏中昌也好 他不愿意做中国人 这是他的最大的愿望 所以你要明确 你既然明确他台湾人不愿意做中国人 那你要满足他不愿意做中国人的愿望 你是什么 他不愿意做中国人 他到底做美国人好不好 你看他那上的 在美国那个鞋子上 Chinese Tamanese 他是美国的中国台湾人 他不愿意做中国的台湾人 他愿意做美国的台湾人 那你满足这个愿望 这是你的愿望 这就是你台湾关系法的愿望 那么我今天就是要讲 中国大陆的胸怀要大一点 塞翁司马 胭脂祸福呢 他愿意去台湾 台湾那些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台湾人 他的最大利益就是不做中国人 不过做中国人 他愿意到哪去 那就给他一条 那个华中道让他走嘛 他不能在里 他要留在台湾就不能在那里 行风作浪 不能做腰盒子嘛 他要拿起武器来 那就要把他镇压了嘛 他拿着买多少武器 就要镇压他多少武器 他买的裂度越大 那么他的付出的代价越大嘛 你想想他要用那个 那个斩首的无人机 你想想那蔡英文的脑袋还能在吗 蔡英文肯定他不在了嘛 那首先 作用力等于反正 你敢用无人机 我就敢用你 取你的手机 万军头上 取你的手机 这个东西现在中国做得到嘛 因为 因为有现在的卫星技术 有现在的通讯技术 你现在蔡英文 你今天在哪里睡觉 你今天在现在在哪里办公 都可以掌握得住 这就是现代科技 第五次工业浪潮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坏心眼 那么有这个潜潜台词就告诉你 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 你作用力又得大 就是反作用力 这就是知战知地 知战知实 则可以千里而后战 后战 老百姓 不可以使资资 而可以使游资 他可使资资 不可使游资 游他去吧 就是这样的 现在 你习近平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你建设的国家再好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消除贫困也好 心一利不如除一弊 中国的最大的问题 你你花了这么多代价 你每一次 台湾问题上 你都是加倍的去 人家说给台湾说一句好 支持你一下 支持你成立的一个中国 你都要付出代价 来给人去安抚一下 这就是金钱交易 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了要避免这么大的消耗 能资源的浪费 我们要解决台湾问题了 我们过去来讲能力不够 资源不够 或者我们的军队的军队还没准备到呢 现在我们已经把可以拒止 拒止美国来介入这个问题 现在美国也没有心思来介入台湾问题了 他只是在那口哗哗 他只是虚的 他虚的来声张 虚张声势要台湾关系法 他实际上他敢不敢来 他敢来他凭什么来 凭着台湾关系法来吗 台湾关系法 这个土地是中国的土地 美国军队没有共同防御条约 你只能提供一些情报 他凭什么来呢 美国是个讲法治的国家 他讲气 他要有责任有义务 他不愿意为台湾闹台独而牺牲美国的人吗 这个他不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他没有必要吗 他凭什么要为台湾人打仗啊 这是因为你买了点武器啊 那武器是你愿意买的 这是军火商的 他愿意购买的 这个所以说呢 大陆要看清楚美国他要什么东西 他的契约 他的契约说什么东西 我呢 来到来到美国呢 这一所大学校 这13年呢 现在还不 现在算是必告一段落吧 就是对 我现在对美国的这个宪政这个历程啊 他的这个 讲究一个基本原则 第一 是从宪政宪政 美国宪政就是强调一个基本原则 叫人生而结而平等 但是现在人的种族问题啊 各个州都是什么 一个州都呢 并没有达到 但是他强调 我摆着这么一个目标在那里 另外一个强调一个人民主权 就是人民呢 可以有主权 在什么情况下 人民在法治的情况下有主权 他的民主也好 自由也好 人权也好 都是在法治的 在什么法呢 在宪法 constitution 在宪法的笼罩下 有这个自由民主平等 台湾的 台湾的宪法是中华民国宪法 台湾的 之所以现在乱成 这个是自欺欺欺人的宪政 因为他不遵守 就从蔡英文 李登辉 然后陈水扁 包括马英九 在内 都在很大程度上 不遵守一个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不可以分割 也不可以一中各表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 你说没有达到这个 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到台湾 但是他的法律授权 已经授权给他了 联合国已经授权给他了 包括美国已经授权给他了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个联合公报就是授权给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台湾的 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因为一个是中国 逻辑关系搞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 我们承认在1979年1月1号以前 台湾人民的一个既得利益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说 你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保持民间交流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你台湾人说白了 你有去美国的自由 美国有接纳你的可能性 因为他把你当成一个过去的老朋友来看待 就像日本打败了之后 他留了三十万皇民在台湾 这些人 他可以有资格到日本去 但是他去不 日本接受不了他 就像香港 他有一部分人拿着英国的身份证 他可以去英国 但是他愿意留在台湾 而愿意留在香港 那么是他的选择 但是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 所以你必须选择二选一 你要是选择在香港 你要废除你的香港的互动 那么台湾也一样 中国不允许你双重国籍 那么情况下 你要么你选择美国国籍 要么你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这个现在 现在已经这样做 2021年必须这样做 这是习近平 你的工作不彻底 你说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吗 你现在没有为台湾人民服务 这个任务没有倒会 没有鞭长莫及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一定要过海驻军 台湾军队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台湾军队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就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所以邓小平的理论是错误的 是漏洞 有漏洞的 是不完整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过去 从去年的香港 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我们看出来了 一国两制当中的主权没有完整的收回来 这留下了很多后遇证 台湾问题不能实行一国两制 台湾问题 你和平解决的目的 和平解决是有前提的 你必须要承认法统 就是说 你这个承认的前提就是 这个法律上已经统一了 就完成了法律的统一 这个联合国的宪章 已经决定了你的台湾的地位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 这个法律上已经明确了 你自统 自统是什么 我可以让你去那个拿 可以让你走 你不愿意做中国人 你可以 你就是美国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拜登政府宣布了一个什么吗 宣布了一个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的自由吗 支持台湾 解决两岸问题 符合台湾人民意愿的 不做中国人的意愿的最大的利益 和平解决吗 和平解决我和平让你走 唯冤去余 唯冲去余 我可以 腾东换鸟 马放南山 我可以这样子来做呀 对吧 中国共产党也允许他这样走 走啊 我这样跟美国 首先这个问题 我跟美国先窃盛好了 你这个 你执行不执行台湾关系吧 执行台湾关系 你执行六项保罗 那你就要接受这一千八百万 台湾人 你不接受 那你就不遵守自己的承诺 我反过来 我压你美国呀 我为什么不能把他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呢 为什么不能以毒攻毒呢 对不对 这叫反戈一击嘛 你总是能唯唯弄弄 唯唯弄弄到文联公解让 你文联公解让的结果 你就锐了 市值 就减转的 是嘛 所以说这个目标 目标就是叫 没有目标 这个就是没有压力 习近平就没有这个压力 没有这个 完成这个解放台湾这个任务的压力 做的样子呢 就不彻底 2019年那个提出了 那个台湾问题 那个这个国家国家统一 那个六个充分 那就不彻底 不到位 是吧 你对这个问题是认识的 认识的不够清晰 概念 概念 这个权力就是你中央的权力 国家必须统一 国家已经 国家法律上已经是 实现了统一了 那么现在的目的就是说 我下来的就是我的途径 我途径的 目标已经决定了 我就途径 途径之后找对策 途径下来才是对策 途径 我可以 原来的一国两制不行了 我途径我现在走 我走现在利 依靠自己的力量 这个强军 然后就做这个做好武力的 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内战阶段嘛 内战就是属于现在还处于战争状态嘛 就采取有非和平手段 你现在就要进入这个非和平手段 你从来的和平谈判都是有战争的 这个非和平 超建战争也是这样 任何一次战争 都是包括商业谈判 都是有实力在那后面摆的 你没有实力的谈判 那就叫空谈 那就是一边倒的谈判 你现在 现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谈判 就是要有凭着实力 凭着什么实力 包括你的军力 经济力 那个法力 包括你的人民的力量 包括你的舆论战 包括你的法治 你为什么 你有什么理由 来解决台湾 当然了 联合国宣章 那个联合国 还有个国家的那个什么 你概念明确提出来 不要提那些笼统的九二公司 九二公司没有达成协议 那是无效的 一个无效的东西扯来扯去 从九二年扯到现在 多少年了 今年是二一年 扯了九二年 一那个零一年 十年 一一年 快三十年了 九二公司到现在没有公司 没有公司 我们要它干什么 要 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公司 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台湾的公司 台湾的公司 大陆可不可以当成公司 也可以嘛 我在台湾地区 我可以尊重你那个什么 中华民国宪法 你就怕提你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你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法人 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这个这个国际法的法人 所以说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矮化了 习近平你自己是一个国家主席 你自己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了 责任是什么 责任就是我要按照法律来做 法律授予你多大的权利 你必须得按照这个权利去做 法律授予论 你不做就是你失职 你做不了说明你失职能力不够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人民呢就是说这个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那么说今天这个历史呢在每个人都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位置来进行表现 这么多人给你捅上的位置就是告诉你有这么多意见 这么多意见可以条件可以供你去选择供你去参考 你除了你的左右脑以外就像美国有左右脑 美国一个民主党是左脑 那个共和党是右脑 一个主张社会主义一个主张资本人 两个人就打来打去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外脑 外脑呢它现在一个是台湾市的外脑 另外一个那个法轮功也是他外这个内部的在台美国内部的一个外脑 大海也是一个外脑 那么大呢在外脑呢在美国里的也发出声音来 这种声音尽管的一个人的声音 但是哎特朗普也好奥巴马也好 小布什也好都听到了 听到了之后有回复了 这这我就放心了 因为大陆呢是我我虽然写了那么一摞子 我从七四年一月一号开始写 我写的书可以说是 不说堆成三 至少有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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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柜台这么多 也就是说我可以说在大陆给从1974年到到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我离开大陆 包括到现在给中南海写信的内容最多的也是我也是之一 我后面的就是在我前面的没有几个人 没有几个人寥寥无几 所以这个责恋终于太三了 就是我国家没有给我任何的东西报仇 我没有因为我给那个那个那个中南海出谋划策 给两会出谋划策 都收取任何一分钱的报仇 没有 但是这是我的奉献是没有中国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比的 我没有任何收入但是我对大陆的贡献 而且我的路线从给毛泽东写信的路线 毛泽东小平路线到直到江泽民胡锦涛 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真理在我手里 真理我都是正确的 你们说事业也好路线也好真理在我手里 经过最后到时间来检验 我当然有不断完善的地方 但是每一个东西我都是实话 都是讲的真话 习近平当然也听到了我的东西 你可以不用但是我说我的东西在那摆着呢 大海的东西就在那里 你可以先翻小河沟 但是大海的东西你先不翻 我今天讲的话你也先不翻 就是说你应该 就是说你不管你有多大权力 你可以控制我 不允许我回到中国去 你可以说我在扰龙社会自己 我是在这个房子里 我是把这个就将来我的谈话 我是告诉你有限的人 告诉你应该得到这个信息的人 告诉你 你习近平你应该听到我这个话 你应该有这个 应该有这个压力 应该poss你完成这个国家统一的任务 现在十几亿的成熟 你还要怎么成熟 没有百分之百的 那个是看准了就要执行 这是我们搞改革 邓小平是说的 邓小平是总结的 就是总结我们舍口工业去创业者的经验 哪有百分之百的 对吧 看准了甚至要大胆的事 来这么一踹嘛 你不去踹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干呢 你怎么知道后面是全国人民不能干呢 你怎么知道台湾人民打不破呢 你怎么知道台湾人民都不愿意做中国人呢 我们就是给这一个假设个底线 180万台湾人不愿意做中国人 那么让他走 这个是180万我们可以舍的 但是他有不愿意做的 他愿意做的那么留下来 好好 我们一起建设 留下来也一样和和大陆人一样 不要搞像香港人一样搞特权 搞特权的结果就是就是搞分裂 所以说呢 你经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对吧 对吧 这个这些先例 包括革命的经验也好 你长征的经验也好 那个苏反的经验 那些人的鲜血染红了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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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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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建国的路也好 走走过来的路 我们这些人的这个能活到现在的 就是这些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都是多少人的多少代人付出的代价 从我对我影响最大就是我父亲 当然对你习近平的影响的是你习仲勋的父亲 习仲勋的影响 那么他们的影响走过了多少弯路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能再重复过去的 重复的老路 现在我们阻挡着另外的一些年轻人来走一个正确的路 他们让他们要踹 让他们有一个创新的驱动力 不要把我们的思想要强加 完全都强加一个他的事 你的思想首先你要去敢干 你要去敢去尝试 尝试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你就要敢去尝试 没有做过让 违缘趋于违从去去 你就敢于尝试跟他跟拜登去谈 台湾关系吧 你就要敢跟他去叫板 你就是1800万台湾人 你给我收留住 你要让他他们不愿意做中国人了 那那就让他到处做美国的台湾人吧 他不愿意做中国的台湾人 他就做美国的台湾人 我们放 你要有这个胸襟 你胸襟要大一点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和平就解决了 你首先呢 你美国要成立建交 成立中国什么 你建交的目的是什么 你承认中国人民 你的目的就是一个 愿意建交 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合法的政府嘛 我就让你承认这一点 我们达成一致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台湾 这个这个国家的主权 承认不承认 不承认你就说你不承认 那你就不要 我们就没有建交关系 所以说我们既然有建交关系 就达成一致 那就有效接收 有效接收 你就要把你的 你的那些卖武器 那些狗屁的刀子 你给它废除了 就不允许你再搞了 这个很清晰的一个界限 是吧 yes or no 就是这么一个言言 你即使讲法律的 法律面前就是清清楚楚 法律面前讲什么呢 第一个你讲你的论点 啊 选题 我就是 就针对你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就要对增下药 就针对你这个 那个这个台湾关系法 和六项保证 中国这个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选题 这个 同心同国 大家 你 支持不支持 中国法统台湾 法律是 用法律的手段 是不是和平的手段 和平是个笼统的概念 对吧 你现在在那个 你在那个 国会山那个冲击市里 你开枪 开枪也好 镇压也好 你死了四个人 那叫和平 不叫和平 既然那个叫和平 那么法统台湾 这个讲那个法律道理就是和平 那么我们找这个论据和资料 资料是什么 资料就是证据 27582协议 中央民国 在那个 在那个联合国现场的卸法 那个地图 中央民国的地图 在联合国注册的地图 这就是证据 另外 还有这些 美国这个这个三个公报 这就是证据 资料嘛 你要拿出那个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你要符合这个联合国 27582协议 你不符合的地方 你要是说台湾 那是一个主天独队固 那中国就和你断交了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其他的地方可以说 第三个是结构 第四个是结构 对吧 证据有了 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 结构就是一个中国的结构 一个中国的结构 这个结构 位置结构有两难选择 你选择 要在中华民国的结构 不行了 yes or no 这个有个实效性 到1971年 要1979年1月1号起 stop 就没有你这个中华民国 在那个什么 只有中华人民国 代表中华民国 这个结构就是一个 不是非此几笔的结构 是个一尺一笔的结构 一尺一笔的结构 和一国两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 就是 我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又是中华民国 这个结构就是一个 不是两难选择 是一个合二为一的选择 不是一分为二的选择 这个结构在这 方法 方法我就是要过海逐境 目的就是要过海逐境 就是说 像火灶猎人 我就是要过海 因为我就是要宣示 台湾是我的主权 我现在飞机过海 这个不是去搞封锁 这个是宣示主权 这个哪里来的是侵略呀 这是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代表台湾岛的主权 你美国你怎么看待这个军机 军机擾台的问题 这是宣示主权 就像你跑到中国的南海里的 你在干什么 你那叫侵略 这个到两个道理 你一定要明确嘛 你六项承证要 你首先你要去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他要到台湾去 你把这1800万台湾人收拾好了 你要再 你如果这个问题你再搞不清楚 如果中国的军队到你的 到你的那个 夏威夷到你的珍珠港 你是什么感觉 将心比心嘛 大家都说平等的嘛 平等的话就要拿出 一视同仁这个角度来 你不要悬崇武力 那个拜登说的好 不是靠力量 而是靠你的 靠你的那个 那个idea 靠你的合约 那你就 你首先你要拿出你的诚意来 来兑现你的承诺嘛 你这个 这个是个长期的承诺嘛 你而且 那个 那个 你常见 你对一个是一个中国的 三个原则 你承诺算不算数 对吧 你不是仅仅是挖坑 你不是说 不是利用这个 来反中 抗中 利用台湾人来抗中 反中 作为你一个棋子 你保持台湾那足够的自卫能力 自卫能力 自卫什么 你自卫他和大陆打仗 你去争取主义 伊拉克 匈牙利 让他搞内乱 让他去 去 以卵及时 然后你再同行 中国美丽风景线 这实际上你挖了个坑 你得把台湾人 台湾人如果聪明的 你就看清楚 我不了 我不打仗了 我到美国去 我避开这个 你说台湾是中国的 我就给中国了 这个就完了嘛 我把台湾的土地卖了 可以在中国买一个大宅子 这个就简单的回放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问题 我们怎么来 下面就是 结构有了 一此一彼 就是中华 同兴中国 就叫一此一彼 就是人民主权就是同兴 同国家主权就叫同国 这样子我们符合美国的宪法精神 宪政精神 宪政精神 一个是人民主权 强调人民主权 另外一个是契约精神 我们强调的契约精神 当中就是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就是 一切政府的行为 都要符合法律 你台湾的现在 蔡英文所作所为 每一条都不符合中华民国宪法 你首先 你中华 你这个领导人产生 你就不承认是一个中国 所以说你就不符合 大陆国台办 他就是说九二共识 他就是说不出来一个中华民国宪法 你台湾 他不是由九二共识产生 他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产生的 可是他没有遵守宪法 可是这么明显的一个疲漏 这么明显的一个陷阱 国台办都没有这个觉悟去把它戳穿 那你谈什么两岸和平统一 那么好 你不谈了 因为你的素质现在还不够 你的法律准备还不够 所以你才等了四十多年 等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就是现在习近平作为总的负责人 你国家主席就应该去在这方面检讨 而不是说这个国台办的这么多人 我养了这么多人 这么多国台办做了这么多工作 这么多年了 法治问题没有搞清楚 所以两岸问题是法律关系 中美关系是法律关系 什么法律关系 你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人就是你必须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就是这个宪法 就是一个中国的宪法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就是中央政府 就是要在中央嘛 操制在中央嘛 不是操制在台湾问题 不是操制在你台湾 这个主权操制在中央 像一国两制 他那个搞的 那个邓小平搞的一个香港港人治港 你操制在港人手里 这个问题就是错了 这个大船盘落 这个自大一干了 强制弱干 所以说才出现了反送中 所以邓小平的错误 邓小平的时候要邓小平那一代人讲 他的不足的地方我们要去弥补 就像毛泽东 他那搞个人崇拜 搞那个 搞的一些过左的一些行为 集权和无限斗争 还有整个人 整个人来讲 那个 停滞了十年的搞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地方都是错误的 你说他有正确的地方 那你说正确的地方 这主要的地方错了 那么我们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分得清楚 你说这三分七点 三分优点 三分优点 七分错误 我现在给你考虑的问题 他是历史了 你不能拿他的正确的东西掩盖他的错误 正像 特朗普一样 他做的有对的地方 你不能去掩盖他的 胡脚蛮缠的错误的地方 一意孤性的错误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长处 连囚犯他都有一定的长处 但是不能拿他的囚犯去抵消他的罪过 所以你要辩证的去看待问题 我们来谈这个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就是法律关系问题 中美关系就是法律关系问题 不谈什么两岸一家亲 中国人不打击 中国人 你犯了法 中国人就是要打你 你叛了国 你赞得了我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打 这个东西不要去含含糊糊去 为了讨好某一个某一件事情 做出那种虚情假意的事情 那叫做做戏 做戏有好处 可以忽略有人 可以感觉到我接收起来容易 容易接受 台湾人民享受民主 最大的民主 这个民主要符合法制 我们说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 今天我们就讲 合同是最后的目的 前面有法统 武统做准备 甚至飞机绕台就是统一的步骤 就是在推进统一的步骤 就宣制主权 宣制这个土地 台湾领土是中国的 要明明确确地告诉台湾 这个土地是中国的 是不允许你高高阵的 而这个不是 是跟美国讲清楚 这个不是在那侵略 不是用压迫 这告诉是 告诉台湾人民 这个土地 这主权是谁 就像你的 你的飞机 你的大炮 你的军舰到处游割 在世界上游割 那说明你 这个土地是你的 还是说 你在那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那是不是要宣扬 要武扬威 你说明你的主权呢 既然不是你的主权 你跑到那儿 跑到南海去干什么呢 所以说反过来问一下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台湾那是我的地方 我在地方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宣示我的主权 人民军队 人民空军 就是宣示的主权 这个是必要的 你一个国家 你就要有这个实力 而不是维持的 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能好不好 然后两岸一家亲 不打一家亲 融合发展 什么话嘛 融合发展到现在了 都不愿意做中国人了 这叫我们这样子讲了 既则为用 他饿 他要是饿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这个大陆是那么 牛奶便是娘 你现在你把他喂饱了 他就 他就 把你爹娘 忘了爹和娘 对吧 他就不认爹和娘 有些人就不如畜生都不如 蛇蟹心脏 牛鬼蛇神 今天是牛年 就是蛇神一样 所以今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再不解决问题 还拖到何时 下一代 再年轻一代 他还不懂 中国的年轻一代 他也不懂得这段历史 也不懂得国共内战 也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历史 也不懂得蒙卡达克的历史 下一代人包括台湾人 他不懂台湾是中国的 他没有这个 他从小的教育 这个DNA给他灌输的思想 就是台湾是台湾的 最高的山是玉山 所以国家要有这个紧迫感 如果你今年不解决 你给你 你不解决 你给后面解决这个困难更大 你要给后面人增加的包袱和难度 提高的包袱和难度 为什么让你 如果你今年解决不了 你就下台 就是因为你不解决的话 你会制造更多的障碍 你知道那些妥协 未来问题 宋相公也好 你会制造更多的 给未来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人 制造更多的障碍 你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这个问题 习近平同志你明白了不明白 如果你2021年不解决台湾问题 你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的 党内有积极的思想斗争 因为是达到党内团结 使之有利于战斗的武器 这就叫做反对自由主义 也反对国家主席 你对自己的责任 以拖延为借口 你再大的本事 你要完成这个 去敢于斗争 你要敢于和美国 去谈这个一致性 我到底台湾关系法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要什么 土队不行 你要人OK 拿走 就完了 干脆利索 所以说 我们就讲 第一 法治 打招呼 打舆论战 全世界打 智能 我就跟你去协商 智能 你把台湾人安排好 我们这边也配合好 第三个 武统 你不解决 我就准备好了武统 就像警察一样 纪律部队 美国养了那么多警察 联合国没有资金养 我们大陆养了那么多警察 是干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法治秩序 法治秩序是什么 就前面定了 法统了以后 定下规矩来 我们达到一致 有效接收 你不接收 我就让你有效接收 你再不有效接收 你要反抗 我就用反抗 我来压制你的反抗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矛盾 就对准了人家是少数人了 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还有个治理的问题 治理问题 我不是说以台湾人为主 台湾人治理台湾 No 腾脓换鸟 大陆就立体化 就是一个privacy 因为你是征服了的 所以你就按照国家的一个 国家你的良知 国家一国良知 就国家的法治 你能给它一个过渡期 一个缓和期 我说了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民和阶段 民族融合 大融合 地方融合 国家融合 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融合 这个发展 第二个 创新 民心阶段 创新是一个驱动力 把这两种制度也好 两种人类人类 在优势给国采重仓 制造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系统 法治系统 第三个 民力 到第三个 十年以后进行民选 民选 这个民选 不能像美国这样的一个 乱七八糟的 黑枪操作的一个民选 自己在那里打花金钱 伤害的民脂民膏 而是要有一个规划 你的十年规划是什么 你的五年规划是什么 你的两年规划是什么 你要在一年之内做成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接受人民的检验的 任何一个公务员 都要经过检验和筛选 挑选 还有考验实际的政绩的考察 你实际能力的考察 然后再加上监督系统 这叫民力 民力阶段 这三个阶段 我们简单的说完了 没有长期的眼光 就不可能有 现在制定短期的政策 所以没有远虑 必有禁忧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今天我的主要矛头 是准备给中南海提出一个 下军令状 2021年解决台湾问题 到了瓜叔提洛 一吹定音的时间了 现在就是吹响的集结号 谢谢大家 我们来的一辈子就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做一件大事而走 感谢观看